令人惊愕的老鹰队奇幻成轮记 费城老鹰队老板卢瑞 有天晚上辗转难眠 早上醒来发现自己 居然变成了恶名昭彰的 华盛顿红人队老板史奈德 他的球队最近广招 别足球员入队 还给了两光四分为维克 一纸天价合约 城市超级被热门的老鹰队 自称梦幻团队 但他们目前战绩 一比四惨不忍睹 维克本季被人打趴在地两次 靠地捕球员卡夫卡称大局 这巧合说来很妙 毕竟老鹰队的莫洛 只能用卡夫卡名著变形记 游龙变成一条虫形龙 我们有上推特哦 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